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强大的自愈能力 那究竟什么叫做自愈能力 它究竟有多么强大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是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 卫生部健康教育专家 纪小龙先生来跟我们来阐述 重新认识身体的自愈能力 有请纪教授 纪小龙 卫生部健康教育专家 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 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 纳米医学研究所所长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任国家军队北京市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北京峰会 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及癌症康复杂志的副主编 1993年开始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从头到脚的治疗智慧 癌症之多少 健康益生轻 诊断免疫组织化学 临床病理热点解读等 季教授 非常欢迎您 我们今天说的是身体的自愈的能力 从您的书上我们也看到您的观点是 有三分之一的病是医生可以治疗的 有三分之一的病 那么它是可以自愈的 我们是怎么样划分这样一个界限呢 当然了 在医学上可以去分析 哪一些病 它什么原因 怎么个过程 最后结局怎么样 哪一些需要医学的去干预 给予一些药物 给予一些方法 帮助它恢复 哪一些呢 即使你给了任何的医学 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新技术都用上 也无能为力的 所以具体的我们一个病一个病 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是三分之一 是我自己总结的大致的占 各占三分之一 不是那么准确 那么我们比如说自己在家 怎么样去判断 我自己在什么情况下 是需要调养自愈的 什么情况是马上就要去医院就医的 如果都能判断那么准确 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说不管怎么样 我自己感觉到 尤其是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要为吃穿去发愁了 然后呢 这个社会发展到这一步了 那么广大的大众要了解一点基本的知识 有了这个知识 你就避免惊慌失措 或者是这个不闻不问两种这个极端的态度都可以避免选择一个合适的路 去走这样我觉得是咱们想告诉大众的 盖花点 这个很常见嘛 然后医生就问你 你以前得过肺几核吗 他说我不知道 那你想是什么 实际上肺上的盖花点 盖花照 就是你得过几核病以后 自己就好了 好了以后留下的一个疤痕 那你说这不是最典型的 自己就好了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 在人体一生过程当中 有不断的在这个环境下 总是会有一些病痛会伴随着你 但是呢 我们说如何判断 哪一些是自己就能好的 这个重要不重要 所以这是重要性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我们可不可以把人体的免疫力 和自愈力划等号 不能 还是不能划等号 肯定不能 免疫力只是这个自愈能力 其中的一小点点 多的呢 多的多 那我们想提高我们的自愈能力 是可以从哪几方面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场上 有很多的保健类要称 我能提高自身免疫力 所以说如果我们从吃药的 那种角度来讲的话 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充我们 还是它根本就是没用的 这个自愈能力每个人身体都有 不是说它就有还是无 只是这个能力的强和弱上面 程度上不同的人有一定的差别 而这种差别呢 绝对不是说外面给一个保健品 就能够提高的 关键是什么呢 有的人身体里面主要是 看你身体里面缺少什么 如果你的食物 你平时的这个日常习惯 都你身体里面 这些保证你的自愈能力 所需要的那些物质都具备了 都油 都充足着 你去补充 什么用呢 什么用也没有 多余的 如果你有某种原因 咱还举个例子 特别是像你这样 年轻的做办公室 整天都是在一个干净的房间 没有记住外界的 各种各样的风吹雨淋 而且食物很单调 有没有人给你做饭 跑到快餐店吃 每天都是同样的东西 坏事了 身体里面长期以往 它缺少一些 人体需要的一些物质 这时候你补充一点 那是合适了 所以完全不在于 说保健品都有效 完全没有效 不是这个概念 而因人而异 而且你核心点 看你身体里 去手不去手 这是关键 好 我们接下来由记者 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 他演讲的题目是 重新认识身体的自愈能力 有请 人类在有低等生物 向高等生物进化的过程中 不断发展自身抵御 外界侵害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 也使得人类的寿命 越来越长 那么 什么是人体的自愈能力 它又从何而来 世纪大讲堂 重新认识身体的自愈能力 正在播出 我要说一下 我为什么想要说这个话题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大家看这张图 能看出什么吗 这就是解剖台 人死了 这个病人是 为什么原因死的 死了 完了以后 全身的除了一个病 还有没有鼻的病 然后他假如说 60岁70岁 那么他从医生过程中 都得过哪些病 就像一幕话剧 一个电影 我们解剖的时候是最后一幕 我们通过解剖 每一个环节都给它打开来 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了 我自己亲自解剖过 有好几百个 经手过 有好几千个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刚开始不了解 发现一个 本来这个病人已经80岁 90岁 甚至都是老年了 按照道理都是老太隆重了 病人得一个病 当然这个医院没有治好 已经跟这个世界告别了 我们把这个全身打开来 从脑子到送腔腹腔腔 各个部位 全部仔细观察以后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他的心 他的肺 他的脑 他的肾 他的肝 这是重要器官啊 都是好好的 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你说他就死了 这是不是有的亏呢 不是偶尔 偶然发现的 还很普遍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触摸了 按照道理 到这个年龄了 为什么他这些器官 还是好好的呢 所以你想人体的 潜力多大呀 可是呢 很多情况下 人就死了 都是死于一些意外 偶然 或者不了解 或者处理不当 这次是不是很可惜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来思考 人体到底哪一些病 自己就能够恢复 自己就能好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了 不需要去过度的干预 这事不就 很好办了吗 他还会活得很长吗 这个脑子里开始 有这个想法了 我就去分析了 大家看 这么一个图案 什么意思呢 我一看 一打开这个图案 可能大伙能够想象得到了 我们一个人体 你不能孤立地看 这个人能够到现在 从一个简单的一个细胞 到一个植物 到低等动物 到高等动物 这个过程当中 它要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它自身怎么样 一定要进化的过程中 要有具备 抵御 外界 自然界的侵害 伤害 损害的这种能力 如果没有 它不可能生存到现在 那么这个现象 我们就考察了 就发现什么呢 我给大家指一个简单例子 蚯蚓 大家知道 蚯蚓在地里那种叫软体的 低等的动物 蚯蚓它自己要想活着 它自己就有一个能力 它有吞噬能力 身体里面 如果你给它一个 一个砸一个刺进去 砸到蚯蚓体内 蚯蚓就会产生一些细胞 去把这个刺给吞掉 只有这个能力 再高级的就没了 到了什么呢 兔子叫脊椎动物 到哺乳动物 更不用说了 到这个猪狗 高等的动物 它就有什么呢 产生抗体的能力了 到了人类 怎么样 不仅有最基本的吞噬的能力 也有产生抗体的能力 还有呢 我们说更高级的 各种抵抗 各种疾病的免疫的能力 逐步逐步都完善起来了 所以我们说 通知我这样一个 自然界的一个现象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人能到现在 能够存活 能够活下去 一定身体自我 有一种强大的 自我的条理 或者抵御 或者消灭 外来伤害的能力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一告诉我们 我想大伙就更能够往前迈出一步了 什么呢 你看看 人均寿命 在两千多年前 人均寿命才多少岁 这么年轻就跟这个世界告别了 那么不用说了 到欲望后 活得越来越长 而我们从生物的角度 来推算出来 人体能够活到多少呢 一百二十岁 一个人 我们说这样的地球上 在这个环境下 一个人能活多少岁 推算出来 也就是一百二十岁 可是我们现在 大家作为去找找 有几个能活到一百二十岁的呢 太难得了 为什么它没有活到一百二十岁呢 我们这时候就发现 因为我不是说了 我破了那么多尸体以后 从你找原因 就找来找去 就发现 本来是该可以到一百二十岁的 但是他没有能够到这个岁数 原因发生在哪儿呢 就是在这个一生的过程中 今天有个伤害 扣一点 明天有个打击 又扣一点 后天有个创伤 又扣一点 越扣越少 越扣越少 当然就看我们个体 你自己这个抵御的能力 和你遭遇到的伤害的这个程度和次数 那么通过这些现象 我们现在该来想一想了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我们身体到底自己有哪一系能力 能够让我们的伤害给它消除 对吧 或者我们说自愈的能力 自己就能好的这个能力 这是不是我们需要深入地探讨的了 好 那么在介绍这个之前 我们还得普及一个基本知识 我们要介绍一下人体的基本的机构 我们说一个人有一百多精 从外观有头四肢躯干 这是外观 我们医学上分叫系统 呼吸啊 消化啊 泌尿啊 神经啊 这叫系统 有九个十个系统组成一个人体 那么系统里面组成系统的 我们叫什么呢 叫器官 好不好说消化系统 由嘴巴开始就叫一个器官 射管 器官 为独立的一部一个一个个部分 叫器官 然后几个器官组成一个完整的 一个执行一个功能 叫系统 大家这个好理解 都能看得见 可是组成器官的叫什么呢 大家这时候 这时候有一个词 特别大家有一个混淆 我们叫组织 不同的组织 共同组成一个器官 好比说 我们说消化系统 对吧 这是有射管 有胃 有小肠 有大肠 这叫器官 它里面有无数的细胞 我们岂不说 但是它有不同的组织 这组织里面有成千上万的细胞 但是它都是一类 是一个种类的细胞 组成一个组织 那好比说人体的基本组织 上皮组织 这个说起来有点抽象 上皮 打个比方 我们嘴巴不是外面 嘴巴里面表面一层 也叫上皮 所有的人体 只要有腔的地方 都有一层细胞 或者多层细胞 叫上皮 这是一种组织 好 纤维 纤维好理解吧 这是什么呢 就是 充填的 假如说 填在中间的 把它撑起来的 支架的 我们说 房间里面 一个房间里面 最里面那一层 剃的瓷砖 那叫上皮 这好理解 像瓷砖 剃了一层 叫上皮 那里面呢 钢筋 那些就叫石灰 水泥 那些都是纤维 充填在中间的 填充的 支撑起来的 好 人体还有什么呢 这个好理解 肌肉 这是一种组织 骨头 这个骨组织 好理解 这个建国 棒棒硬的 对吧 给它使劲才能撬断的 那叫骨组织 还有那神经组织 脑子 脊髓 这个大家看不见的 在身体里面 到处密布的 密密麻麻的 细织 叫神经组织 还有血液 血液好理解吧 流的血 隔破了 哗流出来了 那里面各种细胞 这叫血液 脂肪等等 还有很多 好 我们来看 这个 什么叫治愈能力呢 治愈能力 简单的我们说 用一个词 叫什么呢 叫再生能力 再生 什么意思呢 我们拿细胞来说 细胞死掉了 是不是就永远没了呢 错 人体有很多组织 它细胞死掉以后 干什么 春风吹油声 又长出来了 你看 第一个就是上皮 我们人体 只要有上皮的地方 都具备 再生能力 这个 所谓再生 就是死掉一个 长一个新的 这是不是好理解了 脸上这个就是上皮 皮肤 上皮 每个人的皮肤的细胞 每天都在死亡 没有不死的 这个死一批 长一批新的 有一种美容 叫你给你磨 磨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皮肤的细胞 多少层呢 七层 最表面的这一层 脊胞死了以后 如果不把它清理掉 脸上是怎么样 不光了吧 不平了吧 好 如果去美容的话 给它磨 本来是七层 你把它磨掉两层 还有五层了嘛 磨的又光滑 都是新鲜的细胞 当然它就看上去 怎么样 就 焦好了 而 这个 为什么老年人 他就皮肤就显得 就粗糙了呢 这新再生的能力 降低了 减弱了 它还能再生 但是再生能力差了 年轻的时候 加入一个礼拜 新的细胞就长上了 老呢 随着年龄增长 再生能力差了 它要十天才能长一个 那是不是慢了 这就我们理解了 再生 只要有上皮的地方 都能再生 在人的一生当中 疾病的发生不可避免 所以 了解人体的基本知识 以及正确认识疾病 就显得尤为重要 慢性胃炎发作该怎么办 肌肉的损伤能否修复 喝酒的真正伤害 又在哪里 世纪大讲堂 重新认识身体的自愈能力 正在播出 这个概念 我们下面来理解一些病 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我们来举这个例子 大家看 这个图 这是一个胃镜 从我嘴巴进去到你尸管 然后伸到你的胃 这是伸到你的胃了 胃你看到 你看 你胃里面 红红的 嫩嫩的 光光的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胃 这个胃 同样我们看了 这样的胃的细胞 人的胃的细胞 即使你不去伤害它 它自己也在进行着 老的死雕 新的长出来 你不管它 它也会进行长 几天长一个新的 七天 所以大家看大家的胃 大家想过没有 你不是每天 每时每刻 胃的胃口都那么好吧 对吧 有的时候胃口就好 有的时候就差一些 这是自然的 因为老的细胞长起来 它不能一直都是保持着新鲜的 它干了七天活 它累了 回家休息了 好 这时候胃口就要降一点 感觉要不是那么好 等到新的细胞代替了 刚好新鲜的细胞来了 怎么样 这个胃口大症 就是这个道理 还一说到这个 我突然想起了 想起什么呢 大家说慢性胃炎 很常见 对吧 慢性胃炎这个病 有的人说 我怕是挂专家后 这是肖花口的大专家 几百块钱一个后 专家很沉稳地说 胃怎么不好了 你说我昨天开始胃就难受得很 我今天总是觉得不舒服了 胀呢 好 专家说 我给你开一个特效药 吃了以后三天你就会好了 好 他就第二天就开始吃专家的 开的特效药 三天 当天不可能好 要三天以后 本来是胃已经不好两三天了 再去看专家号 专家知道他那个胃过不了几天 他会自己好 舒适这是特效药 专治你的胃病 好 开回去吃了三天 怎么样 七天了 对吧 新的细胞再生了 长出来了 好了 一点感觉没有了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胃的话 你遇到胃不舒服了 怎么办 自己保护你的胃 这时候不要再去刺激他了 让他休息 让他吃一点 喝一点 吸一点 永逸消化的 然后等到六七天 新的细胞涨上来 自己就好了 对吧 这就叫我们自愈能力 好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 大家在我们中国人里面 太普遍了 我们叫乙肝 饼肝 中国是一个肝炎大国 那么多肝炎 发展下去是肝硬化 然后再往下发展肝肝 这个我们在医院 遇到的太多 太多 对吧 好 我们平时呢 大家知道 肝脏是什么细胞 上皮细胞 肝细胞都叫肝上皮 对吧 我一说肝上皮 大家脑子里想到什么了 再生能力很强 肝细胞比胃还要强 我们胃刚才说要七天呢 肝几天 三天 我们在医院里面 大家知道 不是现在我们说做肝移植 肝移植怎么移呢 这个孩子才二十多岁 年轻人肝脏不行了 要换一个肝 父母呢 这个心疼啊 也不 岁数也不大 也就是五十五十岁 五六十岁 把自己的肝 披一半 给孩子 对吧 你的肝 披了一半 给孩子移上 孩子也好了 你那一半肝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的以前不知道 现在移的多了 我们都知道 不到半年 我们去做一个CT 做个B超 看到这边 劈了一半了 过半年以后 又长了一个完整的肝 出来了 对吧 所以肝细胞的再生能力 比胃还要强 遇到肝脏有毛病了 稀不要慌 你稀看看什么原因 对吧 你看我们说乙肝 为什么乙肝可怕呀 乙肝那个病毒 在你肝脏里 它不是吃了一个 有毒的物质 暂时的肝细胞破坏 它是整天的 一刻不停的 那个病毒 在那破坏你的肝脏了 最后你再生再生来不及 那么再生再生的过程中 突然它可以发生 再生的时候 就有可能出错 错到哪 错到癌去了 对吧 所以你看正常肝 肝阴化了 肝阴化的时候 就是肝细胞死的太多了 那什么东西去填充呢 刚才我们说的 纤维组织 就是中间填充的 那个细胞 纤维在肝脏里面去 没有肝细胞死掉 来不及 就把纤维把它填上 填上的都是纤维了 就是硬化了 再继续发展 里面长癌了 我们下面该讲一讲 肌肉的细胞组织 肌肉损伤了 它会怎么样 它不能再生 所以肌肉要保护 可不能伤害 为什么 大家听说过 把那个肌肉隔断了 尤其是运动员 肌肉损伤了 它还能跑出 那个跑步的 跳高的 还能跳得了吗 跳不了了 这个理论上就是 肌肉死了 不能再生 不能长新的肌肉 用什么呢 但是它那个口子 可以长好 长的是什么 大家应该有印象了吧 填充的纤维细胞 纤维细胞去把它填起来了 看起来是没事 都是鼓鼓的 那个地方没有去一块 可是不是肌细胞 是纤维细胞把它填起来了 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从小就要保护好肌肉 你锻炼可以 要适当的锻炼 让它在它的范围内 不能损伤 不能拉断了 不能创伤了 不能把它搅坏了 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这是肌肉的问题 下面我们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大家更熟悉了 什么组织 骨 骨细胞的再生能力 强大得很 对吧 我们可以再长新的 所以我们的骨子 大家都听说过吧 骨头断了 骨头断了 你看看 假如一个骨头 本来是好的 断掉以后 只要你这个骨头 这个位置没有错位 没有离开 没有离得老远 没有错开来 如果是对上 只要位置对正了 不用担心 十天半个月 给你长得好好的 因为骨细胞 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你就长好以后 你想这不打开来找 哪个地方断掉 都找不到了 可以跟你原来一模一样 甚至更及时 这就是骨 骨组织的再生能力 是如此的强大 但是我想提醒一点 现在我们刚才说了 好多老年人不注意摔倒了 摔伤了 骨骨镜断了 在家躺着 或者找个什么夹板夹上 或者搞个什么牵引 拉着 错 怎么办呢 第一要素 怎么办 刚才说了吧 赶快对位 把他位置对上 对上他就能长 对吧 只不过脸 脸碎大 长得慢一点而已 但是他一定能长伤的 所以这时候要赶快开刀 手说 把两个位置不对的 赶快用钢板 把它对在一起 用螺丝钉拧紧 拧紧了三天 下地走路 他自己就会长好 千万不能在家待着 一堂 完蛋了 再也爬不起来了 再也走不出一个好的步子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骨组织的再生 是如此的强大 这一个呢 大家也熟悉 叫什么 骨髓 骨髓呢 我们的血 我们画一个口子 流血了 血液里面都是什么呢 细胞 主要三大类 对吧 细胞 红细胞 白细胞 血小板 白细胞有各种细胞 我们不管它 这些细胞都是从哪儿产生的呢 骨髓产生的 这些细胞 你看白细胞 在血液里 只小时 甚至十只小时 就死掉了 它就要换 找新的 红细胞呢 一百二十天 活一百二十天 它也老得死掉 要找新的 对吧 而这是从再生能力都很强 它都能再生了 所以不用担心的 你假如白细胞低了 要还是找出原因 为什么低了 把原因消除了 骨髓就自然就会给你再生出来了 也不用担心 包括血小板低了 为什么 你还是要找原因 把这个原因去掉 不再损伤了 你的骨髓再生能力就可以把它替代了 所以有的人说 我贫血了 我吃这个补血 我吃那个补血 都是多余的 只要你正常饮食 食物你的成分都够 骨髓都可以给你造出正常的血细胞出来 哪来的贫血 对吧 我们下面再举一个神经组织 神经 这是脑子 这是人的神经 有脑脊髓 这是侧面 这是正面 这是大脑 小脑 然后脊髓 然后脊髓 分出无数个 就像电线杆分出很多的分支 就叫神经 最后我们放大来看 一个神经细胞 又伸出好多小爪子 就是去感受 传递各种信息 神经是干这个用的 你看我们这个人 脑子 脑子在吹了一块 一个窟窿 为什么脑子会吹一个窟窿呢 也没有脑袋挂着 这个骨头帮忙硬 谁也没有去掏它 谁也没有去扣它 它怎么吹了一大块 大家想想 神经细胞有再生能力吗 没有 所以神经损伤不能自愈 愈合不良 只能怎么样 损伤 少了一块了都 是因为脑子里没有显微细胞 其他地方都有显微细胞 可以把它填充 补充去 脑子里没有显微细胞 奇怪不奇怪 所以人体的奥妙就这么奇妙 人因为 为什么脑子里没有显微细胞 因为人的脑袋挂着 外面有一个棒棒硬的颅骨 脑子里很少会伤害到它去 对吧 所以它不需要 可是人经细胞呢 死了以后又不能再生 最后变成水 变成就是 我们叫液化 就是变成液体了 说到这儿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对神经细胞保护 是多么的重要 神经断了 永远就断了 就急不上了 说到这儿 我突然想起来了 有的时候经常 有些朋友智慧 会喝一些酒 对吧 喝酒的时候 经常说 不能喝酒啊 喝酒怎么怎么了 肝脏怎么 美高了 肝硬化了 什么 我说大可不必 我在我的博客上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 真酒无毒 真的酒是没有毒的 它里面就是乙醇 乙醇就是 在肝脏分解 二氧化碳喝水 二氧化碳呼出去 水就尿出去 只要肝脏没有毛病 你喝的是真酒 不用担心了 我这个题目叫 真酒无毒 后面还有一些个字 举杯有度 不要喝多 喝多不是说肝脏 损害了 胃损害了 那没有问题 肝损害了 胃损害了 那细胞是上皮细胞 可以再生了 但是 会损害哪 脑子 脑细胞伤害了 不能再生呀 对吧 喝醉一次 每醉一次 神经细胞 脑子里的神经细胞 要牺牲一大批 何苦啊 对吧 何苦 为了这个 怎么面子 为了什么 去让自己的神经细胞 牺牲一大批呢 对吧 它不能再生啊 好 今天呢 我想我们 从医学的角度 从我们大众的健康的这个视觉 这个这个切入点 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下 我们身体里面 哪一些细胞 哪一些组织 是可以再生的 哪一些是不能再生的 找了这个要点 你就可以遇到一个具体的毛病 你想就可以去想想 这是这个地方的伤害 是可以再生的 还是不可以再生的 那么遇到了该怎么对的 思考一下 我该选择哪一条路 走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尽可能少走一条弯路 谢谢 人体具有自愈的能力 但是该如何判断 哪些疾病可以自愈 哪些疾病需要寻医问药 感冒病毒入侵人体后 能够自然痊愈吗 调节身体的酸碱度 真的能防癌吗 世纪大讲堂 重新认识身体的自愈能力 正在播出 感谢您刚才的演讲 我们先讲一些朋友 自己的健康问题 想和您进行交流 可以 好吗 来 有问题的 来 这位 季老师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互联网上 微信圈里边 经常有这个说法和观点 就是感冒不吃药 吃药都是多余的 感冒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自己就好了 就是说您对这种说法 这种观点没道理 人家怎么看 感冒我们首先知道 感冒是什么 多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 多数是病毒 病毒是一种病原体 是我们空气里自然界自然 就存在的多少万年都有的一种病毒 很小的一个微生物 眼睛看不见 多数病毒是有靶子的 是针对人体的某一个特定的部位去攻击的 好了 感冒病毒 不管流感还是普通感冒 这是病毒 他的靶子在哪儿呢 是鼻腔 口腔 淹幕 气管 呼吸道的丧皮 听好 这是丧皮 一说到丧皮 我们知道了 攻击的丧皮 彼此无疑 但是 这个部位的丧皮 怎么样 可以很快地再生 这个时间 多少时间呢 五天左右 怎么样 所以如果这个人体 这个人体是正常 我是指正常人体 它的再生能力没有受到伤害 那你说这样的感冒 你需要去处理它吗 如果发热了 那你降降温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感冒怎么对的 当然主要是休息 休息是干什么呢 休息和营养和包括温度啊 湿度啊 水分啊 让你身体里面的再生能力 能够保持在一个正常状态 不需要专门针对这一块 去用什么抗菌素呢 很多用抗菌素都是错误的 然后去降温了 去输液了 都是一举 季教授您好 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中 也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各种症状 那怎么样去利用我们那个 身体的治愈能力 就是怎么去判断 我们三分之一的 可以那个疾病 可以去治愈的这个症状 什么时候该去医院了 什么时候我还可以再 再叫什么 再抵抗一下 等待我的治愈能力去修复 谢谢 因人而异 你像刚才我们提到感冒的问题 感冒很常见 谁都会遇到呀 我今天就感冒了 声音有点改变 这个烟布和声带有点水肿 所以声音有点低沉了 但是呢我们说这时候 在我现在还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个很老的人 90岁了 100岁了感冒没有问题 该做什么做什么 错了 这时候他的再生能力弱了 对吧 他如果我们说五天他恢复 他这个结果他六天七天 不得没有恢复 他这个时候病毒过去了 又有细菌去感染了 又一次感染了 那不就麻烦了吗 所以一定要因人而异 因病而异 因原因而异 但是总的原则 我就是说了 如果你有一点基本概念 上网你收手 你这个病是什么细胞伤害了 如果是上皮可再生的 那你就放心多了 对吧 如果是不论再生的 那你就要 你自己又不懂 得赶快要求教懂的人了 原则是这个原则 现在好多人都在议论 说如果是体内减性环境中 这个癌症 就癌细胞 能不能互相抵抗 就说如果说不在减性环境中 可以是不是可以预防癌症 好多人好像都是在饮食方面 我觉得很多都是有这种想法 我想问一下吧 我们说人体的 我们刚才说到人体的组成 系统啦 器官啦 细胞啦 最后录在细胞上 细胞要想活得好 一定是在什么环境下 中性环境下 不酸也不减 这个酸减度是人为划分的 是以什么划分的呢 是以人体细胞 最佳的生存的酸减度 来定的 把那个7点 我们说PH指啊 7.35到7.45 在一个范围内 这一个范围内叫中性 低于7.35叫酸性 高于7.45叫减性 所以你身体里面 怎么能够让它酸 让它减呢 让它酸了 让它减了 细胞都活不好呀 所以大家只是 这个被好多宣传说 蒙蔽了 人体体内的细胞呆的 那个环境 我们说为什么 怎么保持7.35到7.45呢 血液循环啊 血液带到身体每一个细胞 把液体给它交换 细胞里的废物 给血液带走 细胞的 血液律的营养给细胞 这时候 那个细胞的环境 一定是中性的 不能酸也不能减 你再和一大缸子触进去 那也影响不了 你血液律那个PH值 那个酸跑到哪儿去了 是可以吸收到身体里面 血液律暂时偏了一点 往酸偏了一点 低于7.35了啊 好 这时候肾脏干什么 肾脏马上把酸多排 把减多保留一点 肾脏在那时刻的保持着血液里的PH值 所以它不能 除非你肾脏坏了 而肾脏衰竭了 保持不了 肾脏一衰竭 马上这个我们叫酸中毒 对吧 所以你吃什么食物 给你血液里 给你细胞的那个酸减度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不要被那是宣传 卖保健品 卖这个食物 卖什么商品 所有迷惑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答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件 其实都蕴藏着很多的奥秘 如果我们能在一场生活当中 对我们的身体 能有过多的了解和认识的话 就能够知道 如何进行自我的保健 如何能够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损失 以及如何求医问药 我们就了然于心了 我想这可能也是 季教授今天的演讲 才给我们传递的最重要的讯息 我们再一次感谢季教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